好 各位這個BODY雜誌以及BODY NEWS朋友大家好 我是雅倫 那最近的兩個作品 我的醜婆跟關於瘟漢鬼 有沒有什麼有趣或抬價 讓我感受最深的是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到國片 然後我覺得在這裡面 我的角色都是貫穿片頭到片尾的 靈魂角色 那我自己第一次挑戰渣男這樣的角色 其實很多人後來才反饋給我 他們覺得你怎麼可以演得這麼 拍完我聽到反饋我才會覺得 真的耶 我好像演了一個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角色 以前都是深情的專情的 然後對對方很好很溫柔的這樣 這一次在這個角色的挑戰 我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很希望為這個族群的標籤上面 去做一些努力 所以我就跟韋浩導演說 不管你給我什麼樣的角色 都會很相信你 讓我可以去做發聲這樣子 嗯 主要是這個角度 老實說我只要狀況好的時候 我是在車上也唱 走路的時候也唱 洗澡的時候更是會唱 其實老實說我最常唱的是那個 周杰倫的黑色幽默 因為他可以讓我練習 音譽 每次Cue到都要想說 是不是要被Cue唱歌 不懂你的黑色幽默 想痛卻又在靠到我 說三你想很久了吧 擺給你的黑色幽默 其實我覺得 歡歌的功能 除了唱歌以外 我最開心的是可以交朋友 因為歡這個字嘛 你一定是要歡喜的唱歌 開心的把自己的自信表現出來 同時你也可以在 喜歡同樣歌曲的這個族群裡面 交到可以互相欣賞的朋友 可能可以透過交流的方式 讓自己的歌藝更進步 這樣 如果將來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進到房間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 聲音上面的照顧也好 或是我在演唱會這段期間 因為這個聲音的訓練 老師分享一些小技巧 那對於喉嚨跟聲帶 該怎麼保養 或是該怎麼去玩它 也都可以在房間裡面 跟大家做分享 我喜歡半夜 很多時候我在回留言 或是發線動的時候 都會有人立即回應說 你怎麼都不用睡覺 我心裡就想說 你不是也還醒著嗎 但是我還是有睡 我嗎 眼睛吧 眼睛是靈魂之窗 然後我覺得我一直都保持了一個 蠻真誠的眼神 我覺得我蠻多 我愛可以給予的 然後我認清這件事情 以前就在談戀愛的時候 會想說 我希望自己被愛多一點 但事實上 每一個人我覺得 都有他適合的 面對這個世界的方式 後來就接受了自己 其實是喜歡給予的 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我對我自己的狀態 是蠻開心的 首先要先認同自己啦 就是有好的壞的 你都要先接受 因為你如果不去 理解自己的話 你很難去 知道要從哪裡去 更進步 你唯有面對自己 你才有辦法去改進 就是這個道理 我覺得在人生當中 是適合每一個人 每一個星座 每一個星星 嗯 因為當你真的知道 呃 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樣貌 怎麼樣的樣貌 怎麼樣的樣貌